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喝酒了 想喝就喝关你什么事 你是可以喝酒 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 不要扔得到处都是 这里是我家 我想干吗就干吗 还有 我要增加一条新的规定 时空融合的时候不可以谈恋爱 不能带女人进来 陈再来 你试喝多了 都说风话了 我告诉你 酒精是醉上大脑 你还是少喝点吧 你脑子本来就不好 我是认真的 不想在时空融合的时候 看到你跟陈可欣谈恋爱 我跟陈可欣 我为什么要跟她谈恋爱 她今天特意去我公司 感谢我 还要给我带礼物 那你们不就在一起了吗 我是要你干扰她 转移她的注意力 又不是要你真的跟她在一起 陈嘉兰 我真不知道你脑子里 每天装的都是什么 还是说你压根又没脑子 谁跟你说我跟陈可欣谈恋爱了 难道不是吗 何律师 我知道有家餐厅不错 改天我们有时间 一起去尝一下 不好意思 陈小姐 没有下次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陈小姐 大家都是成年人 有些话我就直说了 想人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 无可厚非 这点我可以理解 但是一旦跨越了法律和道德的边界 这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 这些转账 到底是以恋爱名誉的赠义 还是以恋爱名誉的欺诈 我想陈小姐应该很清楚 另外 跟陈小姐交往的这些人 也许并不知道 他们和你交往的时间线 是有重叠的吧 这件事情一旦被曝光 恐怕对陈小姐的名声 有不小的影响 以后陈小姐 要是再想找到合适的金规序 可就难了 你说对吧 这么说 你没有奉献自己 我当然没有奉献自己 况且我早跟你说过 陈可欣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管你喜欢